您听过末日时钟吗 它是一个象征人类危机的末日时钟 今年维持离午夜只有90秒了 也就是说末日的紧迫性加强了 欧乌战争 以哈冲突 核武危机升温 气候变迁 持续恶化 AI人工智慧带来各种层面的冲击 现在是自1947年设置这个末日时钟以来 离末日最近的时刻 而离末日最远的是1991年 那时候冷战结束 当时科学家设定离午夜有17分钟 人类离世界末日更近了吗 象征人类危机的末日时钟离午夜只有90秒 原子科学公报 23号公布了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 The risks of last year continue with unabated ferocity and continue to shape this year Today we once again set the doomsday clock to express a continuing and unprecedented level 原子科学家公报从1947年开始评估世界末日危机 并以离午夜还有多少时间来代表 像是2020年离午夜有100秒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时间就被调快到90秒 今年也维持不变 末日时钟调快或是调慢是由科学家每年两次聚会讨论地球现状后决定 成员员包括了原子科学 唐太气象学和科技等领域的科学家 原子专家认为今年核武危机升温除了是战争冲突 中国增加核弹到500枚 引发中美俄三方的核武竞争也是重要因素 气候变迁持续恶化 如同温水煮青蛙 人类在后知后觉中走向末日灾难 2023年的气候异常达到相对的高峰 不过科学家认为今年也有好消息 各国在本届的Cup28气候峰会中 对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达成共识 至少是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今年AI人工智慧也被列入末日风险名单 它的影响所及连科学家都坦言 顺不可测 2024是全球选举最多的一年 约有40场国家选举超过20亿人口投票 AI身位技术被利用左右选情 或是散播假消息 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有重大冲击 战争是世界最急迫的危机 以哈战争在中东外扩 国际社会坐立难安 不过以色列似乎有意在加萨按下暂停键 计划已停火两个月换取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职 卡达正在积极斡旋中 外界期待能有好消息 俄乌冲突则毫无趋缓迹象 俄罗斯周二对乌克兰城市进行大规模空袭 基辅至少19人死亡 俄军也攻击基辅东部天然气管线和一间学校 西方延迟军援 乌克兰炮弹极度缺乏 在战场居于劣势 俄罗斯则由北韩支持炮弹和飞弹 正步步禁逼乌军防线 末日时钟从1947年设置以来 目前已经连续第二年最接近世界末日的时刻 世界离末日最远的一年 是1991年冷战结束 当时科学家设定离午夜为17分钟 TVBS新闻总和报道